以前大陆两岸交流的时候 马银又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台中的建商 那个时候 哎呀 盖了很多房子卖不出去 都希望政府开放 让大陆的这个路质来台湾买草地皮 我也觉得千万不要让路质来台湾草地皮 以前大陆两岸交流的时候 马银又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台中的建商 那个时候 哎呀 盖了很多房子卖不出去 都希望政府开放 让大陆的这个路质来台湾买草地皮 我也觉得千万不要让路质来台湾草地皮 香港怎么出事 香港就是因为年轻人 发掘九七回归以后 香港的物 这个房价成倍成倍的往上涨 年轻人望尘莫及 他的薪水永远涨不上 跟不上那个房屋的涨幅 人家说很多是路质进到香港 大陆的资本到香港来买房子 所以香港搞得最后 这个所谓的香港回归二十几年以后 大暴动 地皮的问题 有很大的因素 千万不要叫路质到台湾来草地皮 这都是不对的 那怎么做 我就摆明了 来台湾设厂投资 我做的事 就会得到台湾 小松 酱